這就是我剛剛在講的 Trigeminal cervical compact 它從 Dura跟 Anterior Dura跟Facial Skin 它是從三叉神經得1 2 3 傳到這個Trigeminal cervical compact 之後呢 上頸椎的C1 C2 C3也會回到這個Trigeminal cervical compact 兩者合在一起之後在一起傳到腦幹的一些神經元 那傳到這個神經元之後 再往大腦傳 所以這個訊號已經合在一起了 變成說 大腦搞不清楚 問題到底在哪裡 他有可能跟你說是臉上在痛 當然這個比較少 大部分還是在 後頸部後診區這邊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是Cervical Genie Headache的話呢 我們 就看一個書上的大表 那這書上的大表的話 告訴我們 假設他是一個 你懷疑是Cervical Genie Headache之後 那他可能上頸椎可能會有一些 移動上的問題 那 這個也可以透過一些物理治療方法去 去評估他 會更加確定說他真的是 Upper Cispie問題 那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Myofacial Pain 第二個是Lower Cervical Facet Syndrome 那這邊的Lower Cervical Facet Syndrome 我今天不會cover到這一塊 因為這樣講下去內容會有點太多 就直接講下去了 等一下 再次回到這塊 入門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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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